到底有多少人知道 服務貿易的內涵是什麼 我們所有人都要很冷靜的去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願意很冷靜去面對它 其實我們應該是把餅做大 如果你餅沒有做大 那麼大家去分一個小餅 然後天天為了這個小餅 你應該分十分之一還是百分之一 在那針針吵吵 這個無零日 22K對所有人都是一個很沒有面子的事 但是我也問了很多的夕業朋友 他說哪裡有22K 根本看不到22K 因為22K這個數字也不曉得怎麼樣去彈出來 現在大家朗朗上國22K 哪一個公司的員工低於兩萬兩千塊 但是因為 我還是認為 怎麼樣把一個社會 這個正面的動能把它推 我們現在所有人都用反面思考 然後唱衰台灣 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概念